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做到的呢 疫情期间伸援手 为乡亲们搭建平台找销路 黑土地正在行动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 大伙早上好 我是一桶 咱们新明地区小梁山的西瓜好吃 那是远近闻名的 但是要保证西瓜好吃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育苗 那接下来咱们就到新明的一个工厂去看看 当地是怎么育苗的 从一粒种子到一株小苗 是怎么生长起来的 这个工厂化育苗里面 又有哪些高端的技术投入呢 咱们一块去了解一下 西瓜育苗的第一步 要把种子放在50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 浸泡12到24小时 再包起来放在催芽箱里 17到20个小时之后 才正式进入到温室大棚里 张晨我看这一步是在干什么呀 就是这个这个小西瓜子 现在已经是出了这个小芽的了 是吗 发出来这个小芽之后 就会进行一个把它铺在这个平盘里 铺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对这个芽有一个要求 这个芽的话是尽量让它芽口朝下 然后是不能叠减 这个小白芽要朝下是吗 对对 它朝向要朝下 尽量与我们这个基脂贴合 为了保证西瓜苗大小一致 达到工厂化的标准 工人们要摆好每一粒西瓜籽的位置 所以育苗也是一个极其耗费人工的过程 那一会儿这个盘里面这个籽摆好了之后 还需要往上面附土吗 我们要附一层是珍珠眼 这个摸起来特别的轻啊 那它附到这个种子上面 它有什么好处啊 它第一个是它能够保水保湿 第二个它是具有较好的透气性 盖上珍珠眼的西瓜籽就等着出苗了 但是西瓜育苗并没有这么简单 想要长得健康壮实 还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帮手 我看咱们这个血盘里的小苗已经长这么高了 这个是育的什么苗 这个是南瓜真木 南瓜真木 对我们准备做那个嫁接用的真木 嫁接这个是西瓜的嫁接真木 其实它是南瓜苗 对南瓜苗 那真木的作用是什么呀 作为一个它的底座 通过这个南瓜嫁接之后 它的根性会更强大 然后嫁接完之后 它的那个亲和性更强的话呢 它长得也更好 抗命性也更好 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苗上 借着南瓜强大的根系 西瓜羊就会长得壮实 并虫害也少 我们现在做的是嫁接的方式 那这种嫁接方式 它的这个成活率怎么样 成活率也比较高啊 90%以上 能达到90%以上 对 上以上的 才能给他们开工资啊 成熟的工人每天可以嫁接 一万颗西瓜苗 按照八分前一颗计算 每天可以收入800块钱 但实际上并不是人人 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拿到这个收入的 这样扎进去 对 扎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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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弄了这个 这个就不能再 不重要 就是叶不熟练 还是稍微慢点 紧慎一点 用力不要太过猛 稍微轻轻点一下 因为这针比较尖 对了 慢点 插点这个 好好 插给他的啊 这是需要两个人互相配合的 一个人干不了的工作是吧 对 所以要速度快的话 应该是你们两个人都速度快 这个尖 对着那眼往下一送 你自己就感觉 对好了可以了 完美 可以了 插上就行了 行 这其实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如果说像你说的一边 要嫁接一万猪 还要保证每一颗这么准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 就是嫁接一个小苗看似很简单 对对对 这也不简单 你这个嫁接刚开始的时候 成活率也能达到这么高吗 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得慢 比这还得慢 保证这个成活率 然后你再提出 在那个前提下 因为它必须保证质量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想 挣多少钱 那目的就是钱吧 必须保证质量 把它做好了 最关键的要让这苗 最后到农民的大棚里能能成活 对成活 嫁接好的西瓜苗 还是不能交给种植户 他们要在大棚里 等待下一次精心的护理 这个榛木的这个叶子 我看每一个都是这样剪掉了 这个有什么作用啊 它是剪掉之后 方便一个后期的一个操作 无论是它在嫁接上 还是它的养护上 比如说 在我们这个盘和盘对着的时候 这个两个叶 阻挡之间的阴影 阻挡面积会减小 而且 因为它这个榛木 它通过这个养分上来 已经够了 所以它这个叶剪掉一半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西瓜育苗看着简单 但其实每一个步骤都有讲究 这西瓜苗呢 最好是每一颗的高矮都一样 这样的话 种到地里才能保证 西瓜的品质差不多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 每颗苗都相差不多呢 这里边那是有技术含量的 咱们一块来看 育苗是果蔬生产过程的第一步 也是让水果 蔬菜 早蔬 封产 增收的重要环节 这栋育苗大棚 有28个苗床 每个苗床 有91个学盘 每个学盘 有40个学位 粗略的算一算 光是这一栋大棚 就已经育苗10万克了 为了让所有的苗 都达到一样的生长状态 这就需要工厂化 标准化的管理了 我看这个育苗的这个机制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适应是新明地区 和辽宁地区的一个机制 东春茶 这个是根据它不同的品种 调配它不同的机制 然后这里面含有这个椰糠 然后炒碳土 珍珠盐 然后制食 用特殊的机制来育苗 目的是增加根系的透气性 杜绝土传病 从源头上切断病虫害 我们之所以能够全年的12月在育苗 尤其是保证冬天 肿苗要比正常的种植的 这个温度要求更高 所以你看到上面这个呢 就是其实是我们一个水暖的一个热风机 热风机 热风机 对 它冬天可以吹热风 夏天可以通过地下水浆 我们可以给它吹冷风 这个我们叫风带 我们那边是一个出风口 我们通过这个风带呢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热的空气 因为正常来讲 对 日光温水它最前面这个位置呢 相当来讲也是温度最低的 所以我们通过风带 把这个热风 也就是说把这个热量 引到我们的棚前底角 然后再通过我们这个风带 然后下面我们有出风口 让整个的这样一个环境的空气 可以循环流动 而且能够 最大限度的能量 它有一个平均的气温 为了达到保温的最佳效果 育苗大棚的棚膜 也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你看像我们使用的 这种屁油膜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吸光和吸热性呢 是非常好的 像今天因为是阴天 如果要是大晴天的话 这个时间段 我们站在棚里面的话 我们不仅仅会感觉到 棚里面温度非常高 而且还会感觉到 就像人站在室外一样 这个阳光直射在脸上 这种非常烤的一个感觉 咱们这个大棚里边 还有哪些比较先进的东西 还有的话 就是另外我们两侧的 这样一个风机和一个水帘 这两个的话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 夏天的时候来去做使用 比如说这个湿帘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地下水的 这样的一个润湿的一个过程 那那边的风机呢 不是吹风 它是抽风 它是通过 往出排 对 往出把这个水帘上面 这个湿气往下排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增加湿度 同时的话 也会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大棚里采用这些设备和技术 就能够达到工厂化 标准化的要求了 而且还可以达到全年育苗 那每年我们这儿 育苗量能达到多少 我们整个园区的设计的产能 大概是在一亿株左右 那基本上每年 根据我们每个茶口 孕的品种的不同 现在每年大概可以达到 六七千万株 那我们就是吃个 这个小梁山的西瓜 是有大部分的苗 都是从这儿孕过去的是吗 可以这么说 因为本身我们就在西面当地 然后这样的物理孕具 相对来讲近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茶口的话 小山山很多的 这个西瓜的品种的苗 都是从我们这边出去的 能占到多大的比例 我们每一个茶口的话 这个西瓜苗 大概在五百万株左右 从一粒西瓜种子 到这样嫁接完成的小苗 大概需要十二天的时间 在生长二十多天之后 这些西瓜苗 就可以交付到 农户的大棚里面去种植了 工厂化育苗需要的 不光是高标准的硬件投入 还有育苗技术的不断升级 它不光能够提高育苗的效率 保证了苗的品质 最重要的是能为咱们乡亲们的 增产增收多了一份保证 来看看咱们辽宁荣山羊 这是咱们辽宁的特产 不光羊绒被称为软黄金 这肉质也是相当的不错 在府顺市青园满足自治县 湾电子镇大纳禄村 就有这么一个养殖户 养殖这荣山羊将近二十年了 不仅自己赚足了腰包 而且还带动周边的乡亲们 一起走上了致富之路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可了 一会儿有你们啊 要喝水了 余维鹏家住府顺市青园县 湾电子镇大纳禄村 今年啊 是他养殖荣山羊的 第十九个年头 2003年 是余维鹏接触荣山羊的第一年 在那之前 他一直在外面闯荡 打过林工 也做过小买卖 但余维鹏心里啊 一直有一个想法 就是回乡创业 就是说当时的想法是吧 打拱不是一个长久之际 就不如给自己干 出色养羊行业的余维鹏 虽然是个门外汉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创业热情 养羊基地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但慢慢的余维鹏发现 书本看到的和现实里遇到的 还是两码事 你喂进去那些料 你喂进去那些营养以后 它不吸收 它营养跟不上 它就长不上那些东西 你现在要像养好羊 你必须在具备很多条件 你乃是受益 你乃是市场调研 你还得是市场员 你还得会挺多东西 像那个大夫人家帮我问起 为了弥补自己养羊知识的不足 他不断地到周边养羊大户处 求教技术和经验 摸索养羊的窍门 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 余维鹏终于有了一套 自己的养羊攻略 说白了 技术这块就是 主要是酒病成量意义 再就是政府组织的学习 然后参观考察 从那学到了就是这些技术 从最开始的几十只荣山羊起家 到如今的年存蓝量八九百只 余维鹏也从养羊小白 摇身一变成了养羊能手 不仅规模上来了 效益也是杠杠的 最好的在咱们里面 最好就七斤多麻 平均产量在三斤半左右 光那个羊的毛就卖到 一千到一千亿 然后你还有那个 本身的这个肉 比方说这羊一百五十斤 举例二十万一斤 这不就三千吗 要是用它的去繁殖就多了 如今余维鹏不仅管得了羊 还能带得动人 带领周边村的二三十户养殖户们 一起发展荣山羊养殖 以合作设计形式在一起 毛下来 把毛拿一顿 整体卖 然后你羊 就是说以肉羊下来的时候 你也是整体卖 然后他们只负责养 咱们会给它负责疾病 销售 市场信息 饲料来源 而且咱们还不挣钱 就是说同意击获 同意出售 养殖行业有个特点 就是人多力量大 养的量越大 越有知名度 效益也就越高 再加上当地旅游行业的带动 乡亲们的效益 也做到了最大化 在量大 当价一次性 装满拉走了 既不雕乘 还没有费用 短途运输钱也没有了 所以说你这个价钱上来了 一车额外价8000到1万块 进货的时候 就是说饲料的价钱下来了 出售的时候 羊的价格上去了 它相当于一反一争 它不多挣钱 其次 像咱当地的旅游 就是说那个红河谷漂流 就是花银厂 他们用池底烤雀羊 散户的就是一价出个 三十二十日的 到时候考虚羊 是一个礼拜考了了 如今的于维鹏 在养羊这一块 已经成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高手 但是他仍然没有停下 自己的脚步 他说了 养羊不止 学习之路就不止 一直在干 一直在学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品种在更新 技术在更新 然后你养殖的技术 和设备在更新 你出去看 营养的摄像方法 也在更新 然后你饲养的东西 也在更新 所以说就是赶着学 赶着干 赶着干 赶着学 下一步 于维鹏还想把养羊户 全都聚到一起 用整体的力量 去抵御销售风险 还要制定个长远规划 真正让那些 没钱 想发展的村民 陆续发展起来 让乡亲们 都过上 安安稳稳的 小日子 在咱们辽北地区 沙土地呢 比较多 种包米产量也不高 那如果是再赶上 气候条件不好 都有可能会绝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乡亲们到底该怎么来选种呢 跟着二丫去看一看 你说说今天这天啊 不光是水大 它风也大呀 你就像咱辽北的沙土地地方 哗哗大风一刮 满天啊 像下沙子似的 今天啊 我特意找咱技术员问一问 就这沙土地 咱该咋够理 杜技术员你好 你想咱们沙土地 选啥样的品种呢 像我们这些沙土地啊 它的特点就是 不饱水不饱赔 我建议大家 像红硕635这样的品种 因为啊 这个红硕635这个品种啊 它根系特别发达 抓地特别深特别牢 第一抓地深 它可以吸收地下深层 土壤的水分和养分 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第二呢 抓地牢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风的作用 大风来了它不会倒 抗烙又抗倒 咱们的新品种 红硕635确实是给力 特别适合辽北的沙土地 这么看来 咱们二压这些是没白草 这不 它又开启了追问模式 你看哈 这沙土地儿保 既不保水也不保肥 你说我得选一个啥样的肥 能让这个前期不缺肥 后期不脱肥呢 我给你推荐一个欧杰特 这个用48含量的肥 我们这个48含量的欧杰特啊 用的是树脂帮膜技术 而且是一个缓式的肥 在玉米生长期 它需要什么肥 就释放什么肥 而且我们这个肥效啊 能达到120天以上 在我们包米生长是127天 可以在包米生长的全周期 都有肥用 虽然这种子好肥也给力 但是咱黑土地的技术园小杜 还是提醒大伙 一定要科学种植 千万不要抢伤 否则由于种植时间过早了 地温低导致出苗慢 缓苗时间长 大家伙可就得不偿失了 像我们这些品种 生育期在127到128天 种植时间不要过早 不要说40分人家 有种棋子大半的呢 我们就去种地 因为我们生育期 根本不是一样的 我们要达到辽北地区 达到5月10号 到5月20号之间种 就完全可以 啊 明白了 这种地啊 还得问你们明白人啊 好种子再遇上好肥料 这就叫啥 因地制宜 科学种田嘛 想买物美价廉 好农资的乡亲们注意了 今年咱们黑土地推荐的 玉米种子品质升级 价格没涨 辽宁省内呢 是一袋两袋的 也给您免费送到家 热线电话是024-8652-8168 另外啊 受到疫情的影响 之前订购种子化肥的 可能不会马上送到 但是也请乡亲们放心 过几天啊 肯定会给您送到家的 咱们黑土地呢 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让大伙 按时种上地 想买乾坤105 万玉908 等新品种玉米种子呢 您可以去咱们 辽宁卫视黑土地 在辽宁省各地授权的 农资加盟店 具体位置 大伙可以留意一下 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 咱们的咨询热线 是400-6818-801 那有愿意和我们 共同经营 好种好肥的经销商 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400-6818-801 来咨询 辽阳夜河沟的金大爷 去年呢 是第一次试种 咱们黑土地推荐的种子 没想到啊 这母产就达到了2000斤 这可给它乐坏了 这不 咱们黑土地 又要去金大爷家送种子了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吧 有不少的乡亲们 这段时间啊 可能正在忙着秋收 那有不少的乡亲们呢 也在忙着 把来年的种子 提前给预定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跟着咱们的技术员 来给咱们聊洋 夜河沟村的乡亲们 来送种子了 有不少乡亲们 是去年就种过 我们这个黑土地 推荐的种子 今年表现怎么样呢 咱们跟大伙儿唠一唠 都选了什么种子 他五七零后期 他来买就卖买着 卖油了 主要是也卖煤了 他车送来就卖油了 就给订货 就给订货那几家 给你了就完事了 那你今天 你今天定这个五七零了吗 我今天我先定一张 我种六母的 我再买点别的 这除了五七零 你还选哪个种子 我当时看看吧 还是我上五 还重点 三个五去年表现咋样 还行 能达两千多斤 也能达两千多斤 两千多斤 那有没有什么 倒幅的情况 没有 虫害啥的 都没有 金周翔金大爷 去年想买 沈东大L570 但是下手晚了 没抢着 买了几袋 H555的品种 没想到这个品种 正适合他家的山坡地 今年母产 能达到两千多斤 知道今天黑土地 又来村里送种子 赶紧叫上左邻右舍 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你看好哪个品种了 那我现在就来看 听你们讲的 您家是平地还是婆婆 平地平地 我就是来看看 就想买你这个种子 有很多品种 到过完年 少一份的时候就没有了 就已经消除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选种的时候 一定要早点选 好种子是不等人的 看好了心仪的种子 就得趁早出手 不然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地儿了 齐袋姐们 齐袋 齐袋 我一袋了 这一袋给你来 你等着我给你查 来 无论啥品种 咱乡亲们最关心的 还是产量 H555的产量到底咋样呢 H555它是适合 破地 港地 杀土地 它这个品种非常抗旱 它是一个丰年高产 灾年也是一个 非常稳采的一个品种 像它就正常的年头的话 都是在干粮在178左右 好一好的年头的话 都是在2000左右干粮 所以说啊 这包米好不好 咱们得看产量才行 大家伙在选种子的时候呢 一定得记得啊 咱们一定要选择大品牌 大厂家 信得过的 那如果说 您在选择品种的时候 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知道 什么样的品种 适合咱们家这个地块 可以随时拨打 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6818-801 咱们黑土地呢 将好品种 好技术 都给您送到家 铁岭仓途的王喜杰 有30亩地种的都是苞米 那去年秋后一算产量 傻眼了 跟邻居家一比啊 那是差远了 这真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跳 所以啊 今年它高低啊 要跟邻居一块种 咱们黑土地的种子了 那它选的到底是啥品种呢 咱们一块来看 眼前这位 憨厚朴实的大哥 叫王喜杰 今年62岁 家住铁岭市仓途县的 大蛙镇可力村 要问大哥有啥爱好 没事 总看咱黑土地的节目 我天天看着 聊那个黑土地的电视 看你们那个记者回访 仇挺好 后来会学的 18年中了一次 你们那块就挺好 后来当年 后来想买完了 我也没带啥个家 晚上也就没扔 这几年我就发开了 我就跟你那块买 原来啊 王喜杰家里的30亩地 去年自己没咋管 都是家里人忙着买子 种地 图一个惊强的王大哥 在秋收的时候 傻眼了 不好 要好呢 他得那买下来 丑的方便子 你看看 那啥玩意呢 今天行啥行啊 我就骂他 还行呢 那产量不行 不行 丑没有那个 570号 我看记者回房 我丑事好 后说我得 得选一下子 要是没啥比较 自己家收成不好 也就那么地儿了 王喜杰也不能太上火 但是村里有不少种植货 跟着黑土地选种 去年都种上了 沈农大 爱570 这一对比 王喜杰坐不住了 今年 说啥都要换品种 我就看那个电视 王宝打电话 王宝还着急了呢 我打了两次电话 我怎么到现在 也没动呢 他说快了 现在把我们总 整大包子的 我就相信你 这个卫视台来 我才关照的 它是大厂家的 七六八糟 不像下边 都是个人那个 等你不来 你还能不能回房啊 我跟你们 这570是怎么种法啊 现在这边龙啊 等我这基本上 都没达到60 咱今天咱就种到 那个九寸 千万不要过蜜去种 因为蜜来 它有那个导服的 这个风险 那沈农大I570 到底好在哪儿 能让王喜杰 这么心仪呢 咱们也来听听 技术源咋说 因为像这边 都是属于大墓地 大墓地人工匹 它匹不了 都得靠机器收 一旦导了之后啊 就是会 那个非常的麻烦 机器受不了 都得自己人工吧 也增添了一个费用 所以说呀 沈农大I570品种啊 它首先一点就是 抗导服能力 非常的强 还有一点呢 沈农大I570那品种啊 它的米质也非常的好 它属于是 深马尺小细轴 脚趾梁 这么一个大 深马尺这么一个品种 沈农大I570 磅大 粒儿身 米质好 抗风抗雨 不爱倒 是咱黑土地 推荐的明星品种 口碑那是没得说 不光是王大爷 村里的张大娘 赵大爷 今天看到咱 黑土地技术源来送货 也都抢着 让技术源赶紧留货了 接下来是咱们 今天的乡村拍客秀 那我们来跟随一对 父女进山采摘 父亲的网名呢 叫做林区刺老牙 来自黑龙江省虎林市 要说他们的生活啊 这个林区里 可是蕴藏着不少的宝贝 那今天呢 父亲刺老牙 就要带着女儿小刀 去采摘 圣经茶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吧 农村人拍农村事 来年年有余 这是南方财导 看都没看过 人资人味 这凉菜有十一月 挣出来 哎 老费了 拿点鹅子跟我好的一下 说话 对吧 连萝卜 长天的大地 都不得力气了 现在江森拍客秀 今天亮哥的朋友 给我们带队 然后带我们上山来 采摘经茶来 对 哎呀 这边还真是 真是真是 暴露卧子了 你看我 我哪个都给你招很短 不用 不用招 我从那带你上去了 这边的沙发有 都有 你这卧子暴露了 我们以后偷门来了 不是 你这是 你都保护这坎子 你能吃饭吗 对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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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老爹身手还是可以的 慢点啊 不是 哎就这样 刚刚要捉我上去 我就废了 什么 我也恐高 哎你看 这大口头啊 是必须的 是吧 对 慢点揪 对面跟墙 慢点说 你趴着揪呗 还有就这样揪去 那底下那大白饭饭是啥呀 那是竹鸡子 这个怕水是壳子 能怕到它两岔杯 这个耗完还什么时候还能再涨啊 我估计还能涨 那能说谋的就把我看着呢 啥时候再涨我们再来 这边丝拉上应该有 慢点这都烂了那木头 没事 就是你这个大白饭都不宰下来啊 那个没用 有用的采子 没用的就不采子 这说着 这走不动了 看对面 这都是大丝拉子 神经茶也叫尸位 他就特别喜欢长在这种大丝拉子 风化树上 你好 你看踩神经茶 在这爬这个丝拉上 多么多 哎这两多 鸟才稳点 你看这是猴头 猴头被东西吃了 你看呢 你慢点 没事 我贴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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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鞋底下全是 我贴 你不控告我吧 我看腿有点软 你你你你蹲下点 你蹲下点 哎呀 这鞋底下 全是哎呀 这盐层它是一块夹一块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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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么一弄 它就 它就掉下来了 哎呦 所以说还是挺危险的 太危险了 嗯 慢 慢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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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吓完了 吓我 哎呦 哪家雪化了真了不得 你看 了不得 啊 你看看 这么低的地方 我头一尝看到 这么低的地方 你看看 这片山吗 杠上全是 雪底下都盖了呢 是吧 这多少踩呀 啊 谁来这么踩的 黄蜗香来这么久 我妈上不来 我妈那腿还是拉倒吧 嗯 好东西你发现 都是在大石头山 采灵芝那个神经峰也是大石头山 这也是大石头山 只要它这个石头上有青苔 它就长 嗯 没有青苔的地方 它就不长 你发现没有 现在这是待会有新发现 乐得可开心了 哎呀 这块真好啊 那块真好啊 眼下正是大伙被耕的时候 也是一些农产品的销售旺季 然而为了防控疫情 道路运输呢 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也让一些乡亲们犯了愁 那么大伙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接下来咱们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最近的这波疫情啊 打乱了很多农民朋友们的生活节奏 原本这个时间应该是蔬菜 各种蛋类的销售旺季 更是大伙购买农资 备春耕的关键时期 但是疫情原因 道路运输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让大伙犯了仇 为此我们辽宁卫视黑土地 第一时间通过在快手官方账号进行信息收集 辽宁的各位老铁如果说您家目前遇到了滞销的难题 抓紧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所在地点加农产品加数量 稍后我们的记者会通过私信的方式与大家取得联系 免费帮助大伙在节目中做宣传 请大家及时关注私信消息 疫情当前 辽宁卫视黑土地与所有家人们在一起 您发布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相关信息 经过核实整理后部分信息将通过 那就帮忙这个板块予以公布 希望能为农民朋友们分忧解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也遇到滞销困境 可以到我们栏目的快手官方账号 辽宁卫视黑土地评论留言 同时也希望有意向购买的爱心人士 以及具备运输通行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加入进来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18801 希望黑土地与您一起携手 为农民保收增收尽一份绵薄之力 那受到疫情的影响 大伙之前订购的种子化肥 可能不会马上送到您的手中 不过也请乡亲们放心 过几天肯定会送到家的 咱们黑土地也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让大伙按时的种上地 同时想要购买物美加联好